買來的時候都已經鋪水泥 粉凝土了 所以那也跟我們 就算有買什麼東西也是在之前人做的 可是現在主要關題是說2020年的時候有重新整備過 不是 他是說有挖粉凝土挖起來再重鋪嗎 不是 我跟你說要講的人就要出來拿證據出來嘛 不要隨便講一講 我想他說的應該是從哪裡的資訊來的 他跟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塊地看過 我也沒有看過任何的一個什麼租約 或者說跟他簽什麼 所以那塊地 我不曉得那個新聞是什麼挖到什麼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挖到那個illegal的東西的話 那看當初應該可以traceback說 當初到底是誰order他來填的 到底是誰做這個非法事件 如果說那個下面沒有什麼illegal的廢棄物的話 那當然就沒事 如果真的是買了什麼特別不應該的話 那就要找說當初去order做填充這個事的人 到底是哪一個人 就像新竹棒球場有問題 那現在市長是高宏安 高宏安當然只要追究說 當初到底是誰order來做這個棒球場的地基的人 需要去負責 你有看昨天吳欣穎的這個證件會嗎 你覺得他表現怎麼樣 不過有人認為說他一直低頭看高 看起來是有點緊張 而且這個時間沒有用完 那這個表現還算沉淪 而且他 我們就是很震驚的在講政見 我不是把那個當做call in節目 我想還有一點 我倒覺得這也是我們的比較特別的個性 講完就說好 講完就講完 也不會想說要去湊時間把它塞滿 主席 還是想問一下那個新竹鼓勵的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這個廢棄屋到底要如何處理 以及說事情是否知道 以及接下來要如何來處理 這個這樣吳 挖廢棄屋 這個老實講以後的個性 當天晚上就可以敲了 為什麼他要等你 因為那個挖起來廢棄屋要擺到哪裡去 這個都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們有拜託那個 我們新竹的思源旅國章會處理 廢棄屋不是挖起來就算了 他還要看倒哪裡 這個老廢棄屋都有一定的標準 那這是2020年的時候回田的嗎 蛤 這個廢棄屋是2020年的時候回田的嗎 就是大家會認為說是之前可能在整地 因為低田我也從來沒有去過 就我所知好像當年買來的時候 就已經鋪粉凝土了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也是在2008年以前 昨天證監會上蕭北提出 你就是在證監會提出的證監 其實蠻多都是民進黨已經在做的 像是一些外交證件 陸線 民進黨跟我最大不同點 民進黨都用收的 都用做的 比方說他要蓋公宅 但是我們是實際去把它蓋的 他們就是口號很多 都規劃中 沒有民進黨的口號 或者是計畫會少 不會啊 問題是都卡在 都停在那裡沒有再認真做 今天原本不掃節 然後現在又改掃節 是原本的規劃是什麼 是怕擾民嗎 不是 我跟你講喔 除非那個市場那個通道很大 不然那個 那個 危安一下去 那個都常常會 我倒覺得很造成大家的困擾 你還是想問一下說 現在傳出國民黨打算要鬆綁這個比較低站的選區 然後來同一小集跟您站台 那這個部分的話 您會 目前有接受到邀約嗎 目前還沒有啦 不過啊 反正到最後兩個禮拜 自然他們就會處理 那因為之前沒有說有高腦拍一些影片 那接下來有可能會試試嗎 那這個他們 要先國民黨中央允許他們使用 那怎麼看那個謝利公開記者會說 黃沙先生要為普通去做的事實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所有的這種不分區名額 也是選舉決策委員會 可以用投票的一個程序下來 所以 當然是這樣啦 黃沙先生做一種幹事 常常會變成叫做被抱怨的對象 但是我們這個還是很清楚 我們都有投票 而且都有投票紀錄 每個人得 我們都是用那種圈叉三角形的制度 打圈加一分 打三角形加零分 打叉扣一分 然後算按照分數排行 這個都有數據的 那有分裂的感覺 嗯 有什麼分裂的感覺 那我倒覺得這樣啦 這個選舉前應該要 一次對外 認真跑選舉都來不及了 還有時間開記者會 那昨天是說要捐出一百二十萬的租金 那現在大家還認為說 其實還敢缺三萬多 那這個部分什麼就要補啊 我不曉得因為都陳佩琪在處理的 你問我錢我都搞不清楚 主席他怎麼看證件會昨天又被這個禁音五分鐘啊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種在操作的感覺 我也不曉得怎麼講 像那個檢調四十四秒那件事情喔 我覺得民事還是要說明 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許真的 我也認為他們沒有那麼 那麼故意說要要要要要減掉 但是但是 他只要說明清楚嘛 在哪個地方 因為這個 專業問題專業解決嘛 就是說他到底哪個地方出問題 把它說清楚就好了 所以一樣嘛 如果昨天禁音五分鐘 他們就要講說 哪個地方出錯 還有一點啦 這種總統副總統的這種證件發表會 你知道 如果硬體還會出錯也是很糟糕 這表示說 這個倒立 做事太不認真了 昨天蕭美琴這個證件會上認錯 他是說民進黨的確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覺得這對於選情是有加分的嗎 人家說 這個環形改進嘛 民進黨最大特色就是有環形沒有改進嘛 嘴巴講一講後面還不是繼續 他還是要問一下 怎麼看最近的 來來來來 之前民眾黨就一直打說 新竹棒球草器才是大祕寶 那現在就被說 其實您的土地才是新竹的大祕寶 那這部分的話你怎麼解釋 我跟你講喔 那個買來的時候都已經鋪水泥 粉凝土了 所以那也跟我們 就算有買什麼東西也是在之前人做的 可是現在主要冠婷是說2020年的時候有重新整備過 不是 他是說有挖 粉凝土挖起來再重鋪嗎 他是說從 不是 我跟你講喔 要講的人就要出來拿證據出來嘛 不要隨便講一講 目前高華有跟你聯繫嗎 針對這件事情 沒有 會要求賴清德也要猜他萬里老家嗎 坦白講我是不曉得賴清德在驚什麼 那個該猜就猜嘛 我就講嘛 韓國瑜蘇家全都處理了 你來 我是無法理解 所以我說喔 從那個刑事風格就知道 這個以後一定變獨裁者 好 不好意思 您那塊土地在今年7月21號被列為國家重大建設嗎 是不是啊 我跟你講我不會知道的 我跟你講我2008買進來的時候 我以前在台南當醫生很忙 我從來會管這種事情 可以幫我們聊一下說 農地的真意因為還在燃燒 因為這個丈夫好像說 這塊地是您在管的 那昨天好像您也說不知情 我當所謂的 我之前當然知道婆婆有跟我講過說 他有買這一塊的農地 那其實後續的那個有五個地主 那管理者因為先生住台北 那他在什麼簽約啊什麼 那個大概他完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沒有人在跟我講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他說我在管可能是因為我在管家裡的財務 所以我是知道說 有一家公司每年都有報稅 有報八萬三的那個 那我看一看我也不曉得那個什麼 只是猜一猜搞不好跟那個有關 那當然就報稅就用自然人品證就報稅就這樣 所以報稅這種事情是我在管的 是沒錯啊 那不曉得本身那個租約啊 你本身是有看過 沒有看過 絕對沒有看過 婆婆也沒有跟我講過 對 確定是這樣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種報稅的事情 這個是 我在管是沒有錯 但是其他的那些租約是 那個五個地主當中 應該有人住在新竹 他是一個 那個土地的管理者 對 因為現在那邊就是也挖出一些 就是一件的廢棄 那因為大家是說 柯文哲是說 2007年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不特長 但是現在好像有被報說 就是有重新整理 我想喔 他說的應該是 從哪裡的資訊來的 他跟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塊地看過 也沒有看過任何的一個什麼 租約或者說跟他簽什麼 所以那塊地 我不曉得那個新聞說什麼 挖到什麼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挖到什麼 挖到那個illegal的東西的話 那看當初應該可以 trace back 說當初到底是 誰order他來填的 到底是誰做這個非法事件 如果說那個下面沒有什麼 illegal的廢棄物的話 那當然就沒事 如果真的是埋了什麼 特別不應該的話 那就要找說 當初去order做填充這個事的人 到底是哪一個人 就像新竹棒球場有問題 那現在市長是高鴻灣 高鴻灣當然要追究說 當初到底是誰order 來做這個棒球場的地基的人 需要去負責 所以那個 我不知道他到底填什麼東西 那如果說到底有什麼樣的 比較非法的一些什麼 那應該找當初到底是誰 誰去做了這個動作的 那只是說我跟我先生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看過 當初買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話 說實在他今天講什麼 大概都是人家跟他講的 現在還有三萬塊的稅金 那大概有預計何時 你要說最快什麼時候會補 或禮拜一會去補 我本來是禮拜五下午就要衝去 結果去太來不及了 因為他說 我跟他講說 我可不可以去世衛里那邊講 他說因為還有加積一些 一兩年的利息 所以那個要銀行端才會試算 所以他說那種補稅單 就不能夠去那個便利商店繳 需要去銀行端試算完利息之後才繳 所以禮拜一 我還特別為了這個事情 跟醫院請了一整天的降 不過如果說早上 我可能會跟柯主席去屏東 跟柯粉見走的團隊會合 那可能就是我到禮拜一 銀行結束上班前 我一定會去把它處理完 對對對 問天空他們這件事情 還有重新挖地這些事情 是有跟其他醫生討論過 或是其他醫生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幕僚結果跟我講說 那個他們 因為說實在那個報稅每年這樣 我沒有辦法去每年去 一個一個拿出來 因為老實講有搞不好會漏掉 所以那個數額是他們跟我講 然後我去銀行端去做的 那其他的 這個我就不太知道 對 想問現在那個110年的財產申報 後來那個跨湖裡面的特農地 好像被打掉 你是不是 我財產申報 雖然申報我都是從那個監察院 跟財產部有download那個 那個網站的那個 我就把它網站download 我沒有改什麼 因為那個寫的東西 一般的人 我這種當醫生的怎麼看得懂 那我當初拿那個權狀來抄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到底要怎麼抄 我也不曉得到底抄的對不對 後來就是監察院的有那個申報的網站 因為他跟財產部聯繫的嘛 我說哇好棒 就是把那個 那個詳細應該要填什麼什麼什麼名號那個 那個監察院的財產部網站都有 都有都download下來 那個 就這樣而已啊 對啊 那最近就是有些正樣子一個個報 那會不會心疼主席 或者說主席回家以後 有沒有跟您分享一些什麼信息 沒有啊 他每天還是跑他的行程 回來都很晚了 我都睡著了 所以昨天好像沒見過面 那會心疼他嗎 其實他在當醫生就很辛苦啊 我覺得他常常說他 對選在的那種體力跟健康情況 很有信心是因為他說他以前 其實在台大醫院在當那個 加護病房的主任的ICU主任的時候 其實他的生活的工作時間啊 搞不好更長 也說不定這樣 所以那種長時間的工作 對我們這種長期在醫生 或者說我們以前都會值班 長期對那種醫生的人來講 真的不是什麼挑戰 我們都很習慣一些 比較tuff的一個生活型態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講還好啦 體力好 然後工作的時間長 他又能夠過去的生活習慣就是這樣 他也是很習以為常 對 因為現在藍綠比較慘 是一個邊緣化的一個選戰的策略 那會不會就是會擔心說 就是主席的民調一直在可能第三個 沒有啊 這個這個這個選戰 有他們的進總的幕僚當中 我沒有在管他們選戰的一個 policy啊 什麼民調什麼 我就做我自己可以可以 他常常說我人要幫自己可以幫得忙 那像像我是那個科粉或資工團的榮譽會長 所以我明天想辦法啦 看能不能下去跟那個劍走團隊到屏東的那一段 跟他們一起會合 我覺得就是資工團的團長嘛 所以我就是做我資工團團長的工作 那選戰的策略那個是他們選戰幕僚自己的事情 對 想問一下那個主席說因為他不知道有那塊地嘛 但是那個2015年柯媽媽受訪的時候好像有說 他當時要買賣那塊地的時候有跟柯文哲問過 但只是說柯文哲沒意見交給他處理一下 我們說的不知道是說人家跟我們講過沒有放在心上 我知道我們在過年夜飯的時候我也講過說我們坐在那邊吃飯 婆婆在聊天的時候有講過這種事情而已 但是後續就是所謂的不知道應該是說他後續沒有在關係 就人家跟他講過一句話說實在每天人家跟你講過那麼多事情 你真的每個都把他放在心上記得很清楚 我想也未必可以人也可以不可以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他也說他爸爸希望他回去當在新竹當醫生 他是知道只是說他沒有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 後來十幾年當中他幾乎都忘了這一件事情而已 對 有沒有查法律跟禁拜一起公布這個制約 那你要去問禁拜他怎麼會問我 那個租約也不會到我這邊來啊 最後一題不好意思 聽說有名證堂的話他就是有說 有一句話就說有名證堂的小學 然後有名證堂的小學 然後有名證堂的小學 我不曉得我婆婆講什麼 我就那個主席常常跟我講說一個人每天講那麼多話 自己講的話有時候自己都可能不是聊得很清楚 不是瞭解我的含義有時候表達不是很清楚 更何況是別人 有問題的話應該去問當事人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意見 一個人每天講那麼多話 我要去評論人家講的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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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